各位老資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政投資 我是分析師鄧坤森 今天是3月7號星期二 台股昨天又大漲了 將近是200點 直接突破了區間的橫盤整理 其實第一季快要過完了 2023年的第一季 已經到了 可能說已經過了大約是將近一半 其實你去回想一下 我們在今年的年初 其實一直告訴大家說 你過一到兩個季度 或是說一到兩個月 你回過頭來看 你會知道 當時會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買點 其實你現在這樣回過頭來看 其實在一月份 甚至說封關前 這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切入點 所以我相信說 近期的行情 從開紅盤日 農曆年過後一直到昨天 整個行情的 整個台股 一定是強到超乎大家的想像 是不是 其實這就像是我們一直在強調的 你說為什麼 台股有辦法強成這個樣子 幾乎是完全不受大環境的影響 美股跌 台股不跌 美股漲 台股也跟著漲 其實這最大最大的關鍵就在於說 就像我們一直在強調的 因為台股去年跌的真的太深 所以今年的回補空間比較大 好 那重點 很多人會說 現在不是還在升息的過程 因為升息還沒結束 為什麼台股有辦法都這麼強 其實這個邏輯就在於說 這是我們一直在強調的邏輯 你說為什麼這一波台股 能夠強成這樣 其實真正的原因就一個 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股票市場永遠是反映未來 這是絕對不可能改變的定律 股票市場永遠是反映未來 既然是反映未來的話 全世界都知道 升息最慢最慢在第二季結束 很多電子業的庫存 最慢最慢 第二季就會消化完畢 既然全世界都知道 最壞的狀況在什麼時候 股票市場自然就會提前反映 下半年的狀況 所以你看 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強勢 不只指數強 個股更強 昨天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檔股票 3008的大立光亮燈漲停板 大立光我們是從上一次的法說會後 就一路幫大家追蹤 追蹤到昨天一根漲停板 這就是看我們節目最大的價值 包含像是大立光他們底下的先進光 昨天也繼續在創高 一度是大漲了9% 個股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其實昨天的大立光 它算是非常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以指數來講 先看一下指數 這個時間點其實就像我們一直在強調 記不記得我們從封關日的第一天 站上年限之後我就一直告訴大家說 這個時間點是一個可遇不可求的買點 年限大買點 有沒有一路這樣往上漲 昨天又在創高 而且你去看 你說這個時間點的台股到底有多好賺 它好賺的程度堪比2020年的無限QE 你說現在明明就是在一個升息的過程 怎麼可能操作起來像是在無限QE一樣 其實這個邏輯就很簡單嘛 因為說當時在2020年 你去想一下那個盛況 那個盛況真的是誇張 就像我們講的嘛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很多投資人買車都是附線 去逛個街口袋多了一張房屋紅單 真的不誇張 當時2020年 股票市場就是這麼熱 那當時你說股市會這麼好 它的利基點是建立在聯準會無限QE嘛 一直印鈔票錢多到滿出來 那這個時候的股市利基點 它是建立在去年的下跌 有去年的下跌才會有一大堆不合理的股票 那又配合上指數佔上年限 這些股票全部都一口氣補漲上來 才會有這麼好的行情 我這樣講我簡單做個結論 我帶大家看一下 把這個台股縮小的圖來看 來去看喔 把台股縮小來看 黃色這一條線是年限 240天的移動平均線 好那這是去年的下跌 其實去年的下跌 它就是以時間來講 它算是創下近三四十年來 最長的下跌時間這一段 那也是因為說下跌的時間太長 那導致說到了這個位置 其實說到去年的第四季 很多股票已經明顯超跌了 問題是投資人還不敢進場 就是說已經到這裡 這個位置已經非常多非常多 便宜好股票 但是大家不敢進場 大家都在觀望 直到 直到加權指數在開紅盤日 站上年限 大家相信 這個時間點可以下去做買進 就開始買 所以真正最好賺的行情在這一段 其實這就是天使地利人和 就是一個可遇不可求的機會 天使就在於說 加權指數剛剛站上年限 地利就在於說 一大堆股票在去年都跌得很誇張 所以才會有限制這麼好的行情 所以這也是我一直強調說 為什麼現在一定要去 把握目前的行情 因為這種行情可遇不可求 你說你要再等到下一次 指數跌個6000點 一大堆便宜的好股票 又再配合上 指數從年限下 翻到年限上 這樣子的機會 你說下一次什麼時候會來 你說如果說經濟順利發展的話 就是說發展得很順暢 等個5到8年都還不一定會有 所以 總結一下 這個位置 持續守穩在年限之上 這就是一個真正最好賺的行情 所以記得先加入我們的 LINE的社群平台 先拿起你的手機 拿起手機直接掃描這個QR Code 直接掃描QR Code就可以加入 裡面都會分享最新的標股 包含大力光 包含先進光 只要你有加入我們的LINE的社群平台 你一定都賺得到 真的不誇張 大力光跟先進光 這也是我們公開操作的股票 只要你有加入你一定賺得到 那更不用說我們在農曆封關前 送給大家的5檔股票 現在還放在我LINE的主頁裡面 這5檔來你去看 哪一檔沒有漲 紅保加登茂達上尾四星 每一檔通通都漲 原本最落後的是3680的加登 加登昨天一根長紅K 也是在創下新高 1月11送的 所以記得加入裡面不定時都會分享最新的標股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你說要怎麼去形容現在的台股 其實你如果沒有說親自下去賺 親自下去體驗 其實你會感受不出來現在的台股 整個氛圍整個行情到底有多好 那如果說你真的要講一個比較具體的比喻 很簡單嘛 你去回想一下2020年 當時2020年的盛況就是現在 唯一的差別就在於成交量而已 現在成交量不比2020年 但是如果說論好專的程度 絕對可以比得上2020年 好那我們回到大力光 其實說 我一直在強調 指數在年限之上的時間越長 產業加數字 它的優勢就會被放得非常非常的大 因為說當加權指數佔上年限 整個市場認同度會起來 市場認同度起來就代表說 在去年一大堆跌得很誇張的股票 它都會漲回到它應該有的價格 那會漲回到它應該有的價格 也代表說我們只要知道這間公司 它的合理價賺起來就很輕鬆 那合理價從哪裡來 合理價就是我們一直在強調的 掌握了產業加數字 你就會知道一間公司 它的合理價是多少 那當你知道的合理價 不論說任何的標的 任何的點位 是貴還是便宜 能不能買都不會有問題 3008的大立光 來你去看 昨天是一根漲停板 這裡 非常非常的漂亮 直接一根漲停板 那你去看 大立光我們是在這個位置 公開告訴大家 昨天一根漲停板 如果說論漲幅 從2000到2450 一張不過就是45萬 以幅度來講 就是漲兩層 兩層坦白講不算多 我們的紅寶 甚至說先進光 耀盛 很輕鬆都會超過這樣子的漲幅 問題是大立光這一檔股票 它漲勢雖然不是最強 但是它絕對是最足以表現出 我專業的一檔股票 你去回顧一下 我們先回到1月13號當天 1月13號當天發生了什麼事 大立光接近跌停板 因為大立光前一天的法說會 林董事長有講話了 林董事長當時說 1月會比12月差 2月又會再比1月差 講白話一點就是上半年都很爛 白話翻譯就是這樣 所以當時在1月12號 大立光法說會後 直接就一根接近跌停板 好那你去看 當時除了說法說會內容不好以外 技術面跟籌碼面也都不好 你去看這張圖 3008的大立光 這張圖是在1月13號的大立光 就當天的走勢圖 來你去看 以技術面來講 粉紅色是月線 橘色是季線 月線跟季線同步是跌破 直接一根長黑殺下來 而且是帶量 重點 KD指標 大家都認識 KD指標在高檔出現死亡交叉 就當天 1月13號的當天 KD指標高檔出現死亡交叉 死亡交叉代表什麼 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高檔要賣股票了 高檔出現了反轉 所以在當天的大立光 技術面絕對是沒有 跌破各期均線 KD指標出現死亡交叉 那再去看籌碼面 如果說論籌碼面的話 1月13號的大立光 外資大幅度的賣超 投信大幅度的賣超 所以總結來看 你去看 1月13的大立光 要基本面沒基本面 要技術面沒技術面 要籌碼面 也沒有籌碼面 幾乎是找不到任何 在當天應該要買進的理由 但是當天我們在公開的節目就告訴大家 當天我就一直強調 跌破2000元的大立光 可以去大買 還記不記得當時我們說什麼 如果是我個人操作 破2000元的大立光 我會壓身家去買 你去看 當時我們公開講的 1月13號 大家可以加入我的Light 裡面也都有寫到 破2000元 這是一個便宜的買點 好 那你去看 一路這樣漲上來 當天1月13號 全市場 我大概是唯一告訴你 大立光 這裡可以去買進 因為從任何面向都看不出來 這裡可以去買進 一路往上漲 幫大家追蹤 2180 2225 2290 接著 小幅度的橫盤整理以下 昨天一根漲停板 這裡 昨天一根漲停板 這不就非常的漂亮嗎 這個位置 昨天2450 在當天你隨便買個一張 獲利一定都是45萬起跳 好 那你說為什麼 當天所有的面向 它都不是讓你下去做買進 所有的面向都非常的糟糕 那為什麼我會說當天可以買 邏輯很簡單 產業加數字 真的就是產業加數字 透過產業我會知道 大立光它是光學鏡頭的龍頭 它在今年本來就是先蹲後跳 因為旗艦機種下半年才會好 透過數字我會知道 大立光今年最差最差 就是賺140元 那EPS140元 大立光它是龍頭 龍頭廠給個15倍本益比 絕對合理 15倍本益比搭配上140元的EPS 就代表說大立光在2100元以下 都是一個真正低風險 而且高報酬的買點 既然說2100元以下 這是一個 幾乎是極低風險的買點 破了2000元 這不就是讓你壓身家的買點嗎 一路這樣漲上來 是不是 這就是一個產業加數字的邏輯 你了解到這個東西 其實賺錢真的就是這麼輕鬆 所以你說大立光我們這樣追蹤上來 它的漲勢不是說最強 但是絕對是最能夠證明 專業的一檔股票 所以你有看我們的節目 你有加入我們的Light 大立光昨天這一根漲停板 你一定都賺得到 就算你去買個股期貨 你也都賺得到 所以這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 其實因為台股是潛碟市場 難免會受到一些外在因素的影響 但是只要掌握了產業加數字 其實不要說先進光第二 紅寶第二要剩第二 你要幾檔股票就會有幾檔股票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目前的行情真的比你想像的 還要再更好 我們在今天一樣會針對 全新的便宜好股票進行佈局 等一下廣告時間 你就先打電話進來 今天收盤以前 就會帶你去買進全新的股票 還有在廣告時間 記得先加入我們的Light Light社群平台 裡面都有最新標股的分享 小老鼠WE178V178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所以其實很多人會說 台股怎麼有辦法強成這個樣子 經濟也不好 升息還在進行中 通膨還在進行中 怎麼會強成這樣 邏輯很簡單嘛 股票市場永遠是反映未來 這就真的就這麼一句話 股票市場是反映未來 就這樣 這就是台股目前強的原因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從 指出站上年限的第一天 我就一直強調 這是一個 可遇不可求的大買點 因為 你在股票市場要致富 靠的絕對不是累積 靠的是一個時機點 現在就是最好的時機點 我講個比較白話一點的比喻 其實說 當指數在年限下 這就像是一大堆商品 什麼手機 電腦 包包 全部都大特價 出清價 打一折打兩折 但大家第一眼看到 一定會不相信這是真貨 是不是 大家會覺得 你這些東西打個一折兩折 一定是假貨 但是當大家都發現到 原來這些東西 確實是真貨 就開始去搶了 指數就是這樣 當指數站上年限以上 整個市場就會發現 這些股票真的是便宜的好股票 所以就開始去搶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從指數上年限後 我們的股票績效 跟整個漲勢 只有越來越快 真的是越來越快 所以大家記得先加入 我們的LINE的社群平台 只要你有加入 最近的先進光 大力光 紅寶 耀盛 甚至說加燈 每一檔你都一定賺得到 裡面滿滿的都是獲利機會 這裡直接拿起手機 拿起手機掃描這個QR Code 用手機的相機掃描就好 這五檔來你去看 你隨便設個飛鏢 一直到昨天通通都是賺錢 所以記得先加入 當然說我的LINE 賺錢是基本的 最重要的我覺得說是 能夠帶給你對於股票市場 全新的視野 因為在股票市場其實 其實沒有大家想像的難 就是只要你知道這間公司 它的合理價是多少 賺錢真的就是這麼輕鬆 所以除了說大力光以外 記不記得當時 當時很多人在問 大力光漲上去了太貴 怎麼辦 當時我們有公開講過 大力光漲上去太貴 就去買他們家 今年的重點 叫做先進光 因為這就是一個產業的邏輯 你要知道說 今年的重點在於車用跟元宇宙 但是大力光它所有的產能都在8P鏡頭 手機的鏡頭 它沒辦法切過去 它只好把產能下給先進光 讓先進光去打這一塊 還有 為什麼大力光它在這幾年走勢會這麼的弱 因為玉金光 玉金光一直去搶單一直去搶單 玉金光去搶的都是中低階的鏡頭 但是因為大力光它主打是高階 所以它搶不到中低階的訂單怎麼辦 靠的也是先進光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強調說 先進光會是大力光的最後一塊拼圖 就在這裡 它可以利用先進光去打車用 去打元宇宙 還可以利用先進光去搶玉金光 真的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 當時也強調嘛 3362的先進光 它有大力光的加持 今年上看賺8塊錢 有大力光的加持 本益比不到10倍 能看嗎 這一定是不合理 既然說今年要賺8塊錢 又有大力光的加持 80元以下 這個閉著眼睛買 基本都是賺錢 這裡一路往上拉 89.3 就是3 你去看 這就像我們講的 這兩根是最容易洗出場的兩根K線 但是如果說你心裡清楚知道說 它要賺8塊錢 基本你絕對不會被這兩根洗出去 上禮拜五 一根漲停板 最高來到98.6 昨天 一度大漲了9%以上 最高來到108元 昨天盤中是一度亮燈漲停板 最高來到108元 漲幅足足35% 賺錢就是這麼輕鬆 所以其實這一切都是建立在產業價數字上面 就像我們一直在強調的 產業價數字 它的優勢就在於 你會很清楚知道這間公司 它的合理價是多少 那你要講的俗套一點 講的生活花一點 講建議售價也是可以 當你知道一間公司的建議售價是多少 不論說任何的標的 任何的價位 能不能買 要不要賣 你都會清楚知道 就像我們在比喻的 一顆茶葉蛋 我賣你20元 你買不買 你不會買 你不會要買 一顆一般的茶葉蛋 但是如果我賣你5塊錢 你一定馬上就買 因為你知道你自己是賺到了 那為什麼 為什麼我賣你一顆茶葉蛋20元 你不會買 賣你5塊錢你就會買 因為你清楚知道 一顆茶葉蛋 它的合理價就是10塊錢 股票也是一樣 一模一樣的邏輯 你把茶葉蛋這個邏輯 套到股票裡面 真的就是這樣在賺錢 所以其實 大力光 大力光在1月13號當天 你去想 當天什麼樣的理由 能夠說支持在 2000元以下的價位下去做買進 真的找不出來 籌碼面 基本面 或是說技術面 沒有任何一個面向 是可以在3月 1月13號買進 但是我卻在1月13告訴你 這個位置可以去大買 邏輯就在於說 我很清楚知道說 大力光 它今年要賺多少 當我知道今年大力光要賺多少 其實我就會知道說 什麼樣的價位 我是可以去大買重壓的 結果這樣說 2000以下的大力光 這就是巴菲特在講的安全邊際 為什麼巴菲特長期的勝率都這麼高 因為他堅持只買貝低估的公司 那貝低估的公司 專業術語就叫做 低於安全邊際的公司 2000以下的大力光就是 所以了解到產業邏輯 大力光漲上來 3362的先進光 馬上就可以切進去買 80元以下 很輕鬆也是35% 是不是 那你去看3680的加登 加登原本是這物檔裡面 最落後的 昨天也一根長紅漲上來 像加登也是 以加登來講 就像我們講的 今年要賺 明年要賺25 因為半導體這個東西 它的交期長 它可以反映到的時間比較久 所以它可以去反映到 2024甚至2025的EPS 它自然會往上漲 所以這個時間點 真的行情比你想像的 好賺非常多 那你加入跟著我們一起操作 我能夠帶給你的 絕對不是大家在問的 紅寶第二 藥勝第二 貝利第三 先進光第二 這些都是基本的 重點是我能夠帶給你 一套很完整很具體的操作策略 讓你說在股票市場 源源不絕的一直賺 這才是重點 這才是大家要的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這一次預計會 飛農公佈過後 會有第二波新的行情 利用盤中時間 直接打電話進來 如果有任何的個股問題 也歡迎直接視訊我們的Light 進行詢問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急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比自負投資風險 推薦分析之類繼續操作